大米啊 大米你别哭了行不行 啊 大米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 大米啊 这么多年我心里面只有你 你不相信吗 大米我跟你说 我是一颗单心处向你啊 我就是你这辈子姐友 你放心 我变不了扑了额子 我为了你我不进化 你不信是不是 行 我现在打电话给王美丽 我开着免提行不行 你听着啊 喂 美丽吗 哎呦 钢子哥 美丽啊 不是 那个你给我送个礼服啥意思啊 嗨 钢哥 不好意思啊 这事情啊来得太突然 刚才信号不好我没说清楚 这明天早上啊我要结婚了 我老公是个军人 原本的婚期是三个月后 但她接到紧急任务 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这原想把婚期再往后拖拖 可我觉得都拖了这么多年了 这次啊一定不能再拖了 我要让她知道 在她的身后 有一个家支撑着她 美丽啊 那你给我买这礼服啥意思啊 我想请你做我的主持人 这婚礼也实在是太着急了 我的家人都赶不过来 现场我连个亲人都没有 这婚礼啊也太冷清了 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求你帮忙 所以想见面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 不对啊 那你为啥订礼服就订一套啊 听明白没有 她嫁给的是个军人 那军人结婚不得穿军装吗 美丽啊 我是赵康子的岳父 叔叔好 孩子啊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的婚礼是仓促了点 但是你不会冷静 你不缺亲人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娘家亲 谢谢叔叔 美丽 我是你钢子哥的媳妇大米丽 哎呀 嫂子 是我 你放心 我们马上就去给你筹备婚礼啊 谢谢嫂子 美丽啊 你放心吧啊 这事我们全包了 谢谢钢子哥 明白没 听清楚没 我就说了 钢子就做不出出格的事 是 那个 大姐夫 干啥 对不起啊 我刚才差点就犯驴 差点吗 不踢我嗓子眼里了 那不 没使劲吗 你的扁头提 还是你的扁头提 钢子 对不起啊 哼 钢子 我错了 钢子哥 满血复活的感觉真好 爸 哎 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吧 知道了 爸 哎 现在我要布置任务了 你放心 结婚嘛 三天没大小 三家你说就算 你去派活吧 范思哲同志 到 你 带领你的老伴 负责明天结婚现场迎来送往的任务 是 大米丽 到 你 通知王小倩大秦子等一杆闲散人员 负责明天婚礼现场拍摄 以及戏剧类节目 是 二米丽 咋的 你马上通知钱顺峰 让他准备一个低调有内涵的撤退 明天要行驶在迎亲大道最前头 妥妥而定 赵刚子 到 你明天除了洞房不能入以外 其他的事你全包了 明白 我们要向举办自己婚礼恋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目标 王美丽结婚现场彩排的时刻开始了 让我们踏着幸福的脚步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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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